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YoloV4 Tiny 这节课的内容我们是在 室美派版本的机器人上面去运行的 在教程的开头有提供两个资料链接 这里是本次课程的一些相关资料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那么我们来看到YoloV4的简介 在2020年4月YoloV4正式发布 同年6月YoloV4 Tiny正式发布 YoloV4 Tiny在客户上面的性能 是40.2%的AP50和371的帧率 在这个GTFS1080Ti的设备上去进行测试的 无论是AP还是FPS的性能 相较于YoloV3 Tiny Peer和CSP都是巨大的提升 那么我们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出 YoloV3 Tiny和YoloV4 Tiny以及其他的一些的 模型算法的一个性能的对比 那么YoloV4与YoloV4 Tiny它的一个检测结果的对比 我们这里有两个这个检测结果 这张图是YoloV4的检测结果 它检测出了狗单车这个小车和这个垃圾桶 那么它的检测的时间 花费的时间是这个 然后它的检测的准确率是这个 那么YoloV4 Tiny的检测结果呢 也检测出了狗单车和这个小车 它的时间缩短了非常的长 但是它的检测的这个准确率呢 是有一点点下降的 那么YoloV4的检测呢 是要比YoloV4 Tiny慢很多的 可以看到YoloV4 Tiny的检测速度 比YoloV4快了十倍有余 那么现在我们来使用这个功能 复制这一句 然后远程登录上树莓派的机器人 在这里打开终端 启动这条指令 回车 这里有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是否打开可视化界面 选择True就是打开 选择False就是不打开 那么我们这里是选择True的 这里打开的 这个可视化界面有点慢 因为它这个运行这个模型的话 效果是会有点卡顿的 好的 对 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图像窗口就已经打开了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拿出一些的产品放到小车的前面去让它去识别 当前的帧率可以看到是非常的低 现在我把手机放进去了 它现在识别到了这是个cellphone 这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浏览器输入小车的IP加视频章口来查看摄像头画面 使用这个窗口呢可以减少这个VNC带来的延迟 当然使用这个窗口它这个这个显示的这个卡顿的这个程度除了和YOLO本身的卡顿以外呢 还和这个网络有关因为它这个图像是通过网络来传输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查看这个节点信息 谢谢大家 这里就是这个节点图了 这个yolo detect的节点 会发布数据到这个话题中 然后由这个节点去订阅 最后呢把所有的这个处理结果 放到这个话题中 由这个摄像头的这个网络 网络查看的这个端口 这个节点去订阅相关的这个数据 同而在我们的这个网页端 来查看相关的信息 那么我们可以输入这个 Rostopic echo-detect msg 来查看里面的一个数据 查看这个话题里面识别到的内容的一些数据 把我们的手机放进去 把物体放到这个摄像头画面里面 可以看到这里面的数据呢就出来了 这两个是识别框的宽和高 这两个是识别中心的xy的坐标 这里呢是这个yolo vs tiny的文件夹结构 在yolo V2版本中 我们就引入了这个的概念 它极大地增加了目标检测的性能 它的本质就是SPP思想的逆向 而SPP本身呢 就是把不同尺寸的输入的resize 成为相同尺寸的输入 所以SPP的逆向就是将相同尺寸的输出 推导得出不同尺寸的输入 那么它的配置的环境要求呢 就是这里要安装这些的内容 这个我们小车的镜像在出厂前就已经配置好了这个环境 就无需再次的去重复的安装 那么安装的示例过程呢 就是输入PIP install加后面的这个内容 后面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样子一条一条一条的 在树莓派上是没有办法成功的去训练效果很好的模型的 我们这里的模型都是在其他设备上面去训练好 然后把模型放到树莓派主板中去运行的 那么这里呢 只是提供一个训练模型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就是不能够在树莓派主板上面去训练 大家可以在其他的设备上去进行测试 那么首先第一步制作数据集 制作数据集有两个方法 我们选择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方法一是拍一张照片 使用标注工具 对每张照片上面的目标进行标注 然后在这个文件夹 上面新建train.txt文件 将目标信息按照特定的格式去写入 方法二就是在这个文件夹中 放入尽量可能多的一个背景图片 然后再根据需求修改这里面的代码 执行这个代码生成数据集 这里需要的这个尽可能的放多一些 然后图片的标签和标签文件的名字 是要对应的上的 比如说train.txt文件中的标签标签格式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里是图片 图片的文件夹 前面这个是文件夹 后面的这个是图片的名字 然后这里面的数据呢 是图片的一个坐标 这里是图片中选中的目标的坐标的 xy的坐标 这个是y方向的坐标加上宽度 这里的是x方向的坐标加上高度 那么我们现在以方法二为例来看一下 首先打开这个小车的这个 YOLOV4 Tiny-TF2的Garbage-Data的这个文件夹 在这个文件夹下面可以看到有这个代码 我们是需要去修改里面生成的数据集总数量 要根据需求去填写 数据集要尽可能的放多一些 因为太少的话会导致顺念不理想 那么这里面的总数量 这里选了1万张 在这里打开终端 然后在这里呢去运行这个GateData.py的这个文件 获得数据集 接着添加权重文件 这里我们在这个ModelData的文件夹下面 已经放了这个 放了这个权重文件了 大家选择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我们这边是推荐使用Coco的这个权重文件 如果需要其他的最新的权重文件 直接在百度搜索下载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来制作标签文件 注意大家的标签不能够使用中文的标签 文件夹中也不要有空格 例如我们这里创建的一个这样的标签文件 可以打开它来看一下 里面的标签呢就是这样子的模式的 这里是训练它可以区别到的一些的标签 然后它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训练train.py的文件 根据自己的需求参考上面的注视来进行修改 就比如说标签的位置 这些的位置和这个文件的名字 都要和你训练的这个环境一一对应 然后呢就是修改修改这些的内容 大家根据自己上面的这个注视 去按照自己的环境去修改就可以了 按照上述的流程操作完毕后 直接去运行这个训练文件就可以训练了 这个训练文件呢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模型检测 模型检测要修改这个路径下的yolo.py的文件 把里面的训练好的模型路径写入进去 以及模型的这个参数 自定义的标签文件路径单单写进去 那么修改好之后呢 就可以输入这个指令来进行图片检测 这个这个程序呢是我们之前已经训练好的模型和配置好的参数 以及程序放在里面 可以直接在树莓派中启动的 这个yolo.py的文件是在这个文件夹下面的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的这个图片检测的这个文件是需要在这里面去运行的 因为它的程序呢是在这里 在这里打开终端 输入Python3.7 然后程序名字 回车 那么现在就等它运行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们需要手动输入需要检测的图像 我们检测的图像呢放在这里面 等一下我们就检测这张图片 好 然后现在输入这个图片的文件名 这里我们选择这个input的文件夹 下面的这个bath.gpj的文件 然后它这里预测的结果是有三个人和一个汽车 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预测的类型是有三个人一个公共汽车 然后它会打开一张这样的图片 这个图片的内容呢是把原来的图片上面的这个识别道的内容给标示出来 并且打上这样子的方框 我们可以打开圆图看一下圆图的内容 圆图是一张没有处理过的一张这样的图片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